人身上最值钱的财富 是你拥有的智慧 而不是你拥有的人间的名利富贵 知足是菩萨赐给我们的财富 贪夺是人为的贫穷 学佛人 要远离恶行 恶事 恶习惯 起初我们养成的坏习惯 到后来我们就会被恶习惯所控制 所以一定不能有恶习和恶习惯 在中国春秋时期 有一个人因为邻居非常的凶悍 他想卖掉自己的房子 以及躲开他 有人说你的邻居马上就要报应了 因为他恶贯满营了 你再熬一下 你再熬一下搬家吧 这个人他说我害怕他 我怕他拿我来满他的这个营 他很快就搬走了 结果其他的邻居都受到了他的害 韩非子说过一句话 凡是有危险的人和事物 我们绝不能靠近他 请大家学佛人 记住 凡是对自己有害的 贪称痴慢疑 对自己认为不如理不如法 对自己认为用私心换来的 不管是什么样的欲望 我们要远离他 抛弃他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明鲜的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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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你喜欢《我远离他》 我明鲜的拍摄 我觉得你当然 我觉得 descobrir